亲爱的观众朋友们,大家好,欢迎收看本期的单口相声嘚啵嘚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,前两天上海出政策,变相打压学区房的事儿, 把本来初中升高中按分数录取的原则,换成了每个学校分配名额,这一时激起了千层浪啊。 很多人都在猜测,北京、广州、深圳等城市会不会跟进,学区房是不是就要凉凉了。 正当广大美满学区房的家长为此兴奋不已的时候,中国教育部宣布,不信谣,不传谣,学区房还要吵。 在4月9号发布的《关于学前教育深化改革和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的意见》里, 人家教育部明确提出,小学严格执行免试就近入学,不得涉学前班。 好,这话一出,都替那些孩子爸妈出冷汗,这一脚天一脚地,到底是学区还是不学区? 一下子成了中国家长们的死结。 学区房,指的是能进好幼儿园和小学的房子,这些学校不仅有优秀的师资,还有更高的经费预算。 而由于这些学校一般招生数量比较少,所以采取就近入学原则,也就导致了想去这些好幼儿园小学上学的家长, 就得提早买房,为孩子准备车票。 因为这些家长认定了,这好幼儿园才能进好小学,好小学才能考上好初中,有好初中才能进好高中, 有好高中才更可能去更好的大学,进了好大学才更有可能踏上人生巅峰。 虽然都是异测,但是这一套逻辑它一点也不复杂。 但是这里就有个问题,理论上家长吹捧学区房,肯定不是为了那上千万的地下室,掏根井家底的老破晓, 让这么多人为之着迷疯狂的学区房,背后代表的是教育资源的不平等。 别看都是学校,都是老师,重点学校的老师往往因为业务能力强,社会背景广, 而在小生初、出生高、高考等等决定命运的考试中,拥有初题人这个身份。 哎,这个事儿就很微妙了,一般来说,这些初题的老师在大型考试前,都会被带到一个安静的地方, 先检查一遍,然后封闭在这块区域里头几个月,直到考试结束才能回家。 给家里人跟学校对外口径一致,就说是出差,但是谁都知道他们干嘛去了。 平时虽然是吃好喝好,但是跟家人打电话要被密切监视,这几年更狠,工作人员替出题人保平安。 理论上说,都这么严格了,透题的可能性几乎为零了吧,哎,这还真不是透题,而是逆推理。 虽然考试出题遵循的原则是以教材及大纲为准绳,每一道题都能找到出处, 升华又不能超纲,标心又不能立意,但是人的记忆会对身体行为造成影响, 你看过什么,听过什么,做过什么,都会在压力大的时候突然浮现在脑子里。 也就是说,虽然出题人会尽量客观,但是在海马体的作用下, 平时他们教学中的那些习惯,喜欢讲解的题型,会不知不觉的跳出来,跟其他人的信息进行杂揉。 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重点学校的学生,在考试的时候都会有一个感觉,哎,这题我们老师不是讲过嘛,于是信心满满。 而经历过初题的这些老师啊,再回到教学岗位上时,也会有更多的经验,压题也就更准。 你看看,很多人只知道重点学校好,却不知道这简单的一句狮子雄厚,背后有多少弯弯绕绕。 也正是因为这种可以大规模提升中签几率的操作,让家长们对学区房是趋之若鹜。 而这回教育局高调宣布小学严格执行免试就近入学,严禁以各类考试、培训成绩,或者证书作为招生依据, 更是给本来就价格高昂的学区房来了一记强心针,哎等会儿,这上学前的娃娃就能参加比赛赢证书了,完了完了,真是长江后浪推前浪啊。 对于这个消息,很多家长拍巴掌叫好,说停止这无底线的教育焦虑吧,还孩子一个美好的童年。 哎,有道理啊,但是这话一出口就遭到了其他家长的反对,说都说赢在起跑线上, 本来让孩子学个钢琴,练个才艺,进好学校,那好歹也比买学区房强,孩子自己还长本事不是嘛。 现在不看证书,嘴上说都是一张白纸,凭实力论英雄,但实际上却悄悄的关上了其他的门,就留了买房一条路。 这从起跑线上就给你使一半,还怎么愉快的迎接人生巅峰啊,这也挺有道理的,是努力奋斗,还是快乐童年,两边是争执不休。 而教育部在给学区房造完试之后,也加入了这场对话,观点就是坚持给幼儿园小朋友减负,全国各地不许设立学前班。 并且幼儿园孩子不允许布置作业,应以天真活泼玩耍为主。 呀,这社会压力势大哈,这路都走不稳了,就得减负了。 但是有个问题啊,这学前班不就指了幼儿园吗? 哎,一问有孩子的朋友被人嫌弃了一脸,人家给科普了,说, 这学前班是幼儿以上小学未满的状态,一般是出现在幼儿园的最后一年,也就是小孩六岁的时候。 这一年的小朋友们从不尿裤子满地跑的状态里迅速调整,为后面上学做准备。 主要活动呢,就是把数字认全了,加减法做对了,那26个字母不数出27个, 再把ABCD和阿波斯德分清了,基本就算成功了。 哦,对,还得给孩子们做好训练,以便能适应小学一坐坐一天的生活。 本来啊,这学前班就不是必须的,因为中国规定六岁就能上小学了。 但是小学一开课,老师就马坐迪卢飞快,ABCD门儿清, 很多大人知道小朋友不明白的内容,他们都觉得孩子应该学过了, 所以对这些知识一笔带过,就造成了上过学前班的孩子很从容,但是没去过的孩子跟不上。 你要问老师,他们也一脸无辜,说这些都是学前班该学的,我们不快点讲,孩子后头就学不完了。 你看看,这小线索,是一圈套一环。 人家都上,那咱也上吧,哎,有的学前班还真是死贵。 郑州一个幼小的衔接班,一年学费两万八,让月入仅四千元的家长是望而兴叹。 这回教育部虽然是放话,让幼儿园不许教授小学课程,还孩子一个天真童年。 但是对于上了小学跟不上的孩子怎么办这事儿,却没有明说,只是让各个学校好好调整教材,加强衔接。 那也就是说,跟不上的孩子,虽然不用上学前班了,但是又得报课外班了。 都说理想丰满,现实骨感,这给孩子减负喊了多少年了,说要保证锻炼,加强睡眠,结果是越喊作业写到越晚,黑眼圈越深。 这回幼儿园孩子能不能有个开心的童年,不好说,无数家长肯定又要失眠了。 就进入学,不允许上学前班,听上去挺鼓舞人心的, 但是这并没有解决教育资源的不平等问题,也没有交代玩儿和巨大学业压力之间的断层应该怎么攀爬。 这碗鸡汤仿佛在告诉家长们,虽然你拼啥也拼不过,但是在野生野长下,你的孩子还是可以开开心心的做个好人嘛。 可是,可这全中国看,也没有一个家长希望自己的孩子只是个好人的,因为在这个环境下,好人他永远不偿命啊。 谁不希望带着孩子游山玩水,体验人生苦辣酸甜,谁愿意自己加班,回来看到孩子睡的比自己还晚。 甭管上头政策怎么说,老百姓就俩字不敢,不敢只带着孩子玩儿,不敢用快乐健康就好的理由来搪塞自己。 因为家长都明白,生活是逆水行舟,生怕孩子过得像自己一样难,这道题到底该怎么解呢? 感谢观看,下期再见,白了个白。